我們現在真的很怕的是 從中國進來 因為中國現在疫情又開始起來了 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中國 你看看剛剛許偉跟我們講的 他們連確診者的檢查報告 都可以造假篡改了 對 中國的這個問題 其實英國回來的臺灣人 畢竟比較少 畢竟低得離得遠 也不是有很密切的 這個包括商經貿 臺商回來當然是這個 臺灣人當然有回來的權利 但是中國出的這些報告 到底值不值得相信 就像剛剛這邊所講的 是中國的確診者 他會自己改報告 為了要回國嗎 那同樣中國出來的東西 到底準不準呢 這也是大家其實一直都蠻懷疑的 一個事情 難以相信 特別是在前一陣子 微博也傳出這樣的消息 就是說微博就傳出一個消息 其實武漢他們做普篩 他們篩的是抗體 就是生了病之後 你才會有抗體 他篩出來有四趴的武漢人有抗體 武漢一千萬人 所以就代表武漢有四十萬的人 曾經得過病 但是這次四十萬人得病 他實際上出現在中共官方公布的數據 大概就是五萬到六萬人左右而已 大概只有八分之一左右 所以原則上來說 中國到底還有多少人實際帶病 其實中共他一定清楚 因為中國就全宇宙最愛搞普篩的 只要哪邊出一個病例 我就全程普篩 但是篩到最後面 他不跟你講 他就不告訴你 或者是他給你的東西搞不好是錯的 所以原則上來說 這個當然了 這個對臺灣人來說 我們這個服過兵役的 其實都聽過一句話 就什麼都是假的 只有退伍才真的 國軍過去造假成功 平安退伍 最重要你不要去跟他爭這個 可是現在已經不是平安退伍的問題 搞這個病會死人了 那當然我們最近也看到一個 其實就談中國什麼東西都有 不一定是假的 但是他會讓你覺得怪怪的 就是也不是掛羊頭賣狗肉 他是不管掛什麼頭都賣狗肉 這種獨特狀況 我們就來看 這網路上傳出來 就是中國不意外 最敷衍的動物園 大家講到動物園 大家臺灣動物園不多 但大家都小朋友都非常喜愛 有各式各樣的動物 好 中國有很多 比較偏向民營 或比較小型的動物園 這個動物園 最近就引起了微博上面的樂意 中國人自己都看不下去 我們來看一下 他一開始說明 只要人民幣五塊 但他特別標動物兇猛 嚴禁靠近投石 手被咬掉了 不負責 那當然你只要五塊錢 二幾塊台幣值得 比我們木炸了 這個市民的朋友的價格都還低 當然值得去 不過進去之後 大家都突然發現 似乎有點不管掛什麼頭 都賣一樣的肉的問題 比如說來看個孔雀 孔雀是什麼 其實就在這邊有沒有 這是孔雀 一隻儀式鴿子或雞的生物 但是他跟你講到孔雀 那你好歹孔雀應該開個瓶 不管公孔雀 母孔雀 總共孔雀的樣子 很抱歉 不是 那這邊呢 他們說有有有狐狸 有狐狸 可是狐狸有一隻感覺好像很可憐 到底有沒有飯吃 是不是五塊的門票錢比較少一點 然後他們後來發現不得了 這個狐狸啊 是整個動物園 唯一名副其實的動物 像這邊有熊貓 都是熊貓象 也不能說他是錯啦 沒跟你講是真的假的嘛 這邊他提到的是野豬裡面放什麼呢 各位看到這是一隻狗 所以實際上他只要是四隻腳 他全部放狗 鳥類的全部放雞 各式各樣的鳥 他全部都是放雞 那更厲害的是這個不要給羊駝 餵食玉米粒 羊駝是比較大隻的 你看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是羊駝嗎 兔子啦 兔子 在美洲燕 我們剛剛提到他每週燕都放什麼雞 燕子是其實在怎麼看 你要嘛下鵝 要嘛擺個鴨 也大一點 嘴巴還下一點 但是他就給你擺個雞 不客氣了 所有是鳥 全部放雞 這個袋鼠呢 兩隻腳了嘛 我剛剛提到兩隻腳 鴨放雞 這個也太過分了吧 跑腳袋鼠趴下來也是四隻腳 我們放這隻狗還像一點 但是其實這凸顯什麼 其實中國人自己也看不下去 可是這個東西就是在中國實質上存在 而且不只一地是出現類似的事情 所以像這種掛頭賣狗肉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 其實大家就是胡混就過去了 網路上大家罵罵就算了 只要政府不去查 政府不去辦 他在中國就可以橫行 好那拉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最近在這個 中國和國際上的一些爭執 就是其實中國現在因為世界各國正面臨所謂 第二波或第三波的疫情 自家後院失火 那中國開始就開始動手動腳 說中國主動參與啊什麼的 好當然在事前呢 我們都知道了 中國這個新疆的這個維吾爾族的 強迫進入再交易 各國已經嘗試要去對中國進行抵制 比如抵制中國的棉花 抵制中國新疆輸出的一些產品 好中國當時他們的這個發言人士說什麼呢 聯合國發言人士說 中國的民眾支持度高達90%以上 美國的民眾對於政府不滿程度高達87% 到底誰才有人權 到底誰有資格大聲說話 民眾支持度高達90% 這跟人權沒什麼關係啊 越沒有人權地方支持度越高 北韓還100%咧 誰敢不支持嘛 不支持的就地消失了 大家看中國誰敢罵習近平啊 嫌他們長得胖都不行嘛 你就就地消失了 好那再來是最近 我們在八月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個港青他搭乘漁船 這個意圖要嘗試到東沙群島 當然中途被中國攔截了 你要注意這八月的事情 到現在十二月 他最近才開始展開他的相關審判 而且他是秘密審判 但中國卻依然主張 我們是法治國家啦 英國是這個頑固事實啦 混淆是非啦 應該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啦 巴拉巴拉講啦 還是過去傳統那一套 你如果真的是法治國家 為什麼不能看 這個過去中共不是老愛拍那種 什麼法庭審理過程嗎 這個為什麼又突然不敢公開 再來我們就來看 又回歸這個COVID-19武漢肺炎的問題 當然現在世界各國正準備要去前往中國 來進行實際上的疫調 所以現在呢 中國內交部發言人 依然非常堅持 王文斌就說 中國在第一時間 我們有做出貢獻啦 首先我們確定病原體啦 分享病毒基因序列啦 疫情防控經驗 絕對經了其考驗 率先控制疫情 復工復產 能夠隱瞞到這種程度嗎 重點是我剛剛開頭破題說的是什麼 現在你們武漢市自己進行普篩 武漢市的所有人都篩了 結果有4%多人有抗體 代表40萬武漢人曾經是得過武漢肺炎 這個東西不就是你們隱瞞嗎 請問你們的數據現在是多少 大家不要忘了 俄羅斯昨天修正他們數據 一口氣多修了十幾萬 連俄羅斯都承認啊 俄羅斯也是蠻黑暗的國家 也是讓他不太透明 連他都承認 所以現在的重點是什麼 你嘴硬撐到現在 如果你真的是怕 你要不要去把你數據完全放大 完全回來回來 所以啊回到我們現在 大家都可以去仔細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嘗試要去相信中國的時候 我們要擔負什麼樣的風險 我覺得這是台灣人 所有人接下來 包括特別在春節加班機 這個春節時間 大家都應該好好仔細思考的問題 Families 西木 西木 西木